南投人關心南投市 各位鄉親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縣政新聞 茶博也有巧克力和咖啡喔 知名主持人沈孟婷 特別專訪縣長林明曾 透過現場直播 帶領觀眾逛茶博 一睹南投新興產業 巧克力與咖啡的在地風味 歡迎全國觀眾 一起來南投買好茶 吃巧克力 品咖啡 現在就帶你一起來看看 哈囉 中視的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中視的直播現場 今天我們人在南投 我覺得天氣非常的好 我們來到南投的茶葉博覽會 今年已經是舉辦的第十一屆 主持人沈孟婷由中視直播 現場連線現場李明珍 及特助林盧斌 首先介紹新政府房移不馬虎 高規格管制 在會場入口設置的警衛通道 民眾體溫在37度以下 並以酒精消毒後才得以入場 且實名智的後期追蹤 前來參觀的民眾大致配合 主動戴口罩 第一站來到18度C巧克力工坊 由董事長毛敬祥親自介紹 咖啡及巧克力 吸引大批鄉親前來圍觀 您現場也當場喝咖啡 品嘗巧克力 直乎真的好吃又不甜膩 這口感真的很不錯 也不會純苦也不會很甜 剛剛試重 這最適合中年人 拿來你的口味 緊接著一伙人來到 尼納巧克力夢想城堡 由總經理張承惠 介紹之家得過世界金牌的巧克力 就連圍觀民眾也正香吃得津津有味 大呼過癮 零新獎說 來超伯讓巧克力 咖啡 茶等三種特色飲品 一式享有 鄉親更能帶動餐飲發展 活動現場消費晚間 還可以玩巨型扭蛋機 獲得更多巧克力咖啡集優惠 接下來相關就有中心彩簿報道